魏严大喊谁敢杀我 马带又出来了 说我敢杀你 这次的更新暴露了新武将的线索 就是马带 但是他的武力成长只有2.0 看起来就是个配角 不像是输出型的武将 是辅助型的武将 武将战法是秘技朱逆 传承战法是移花接木 他的缘分是西凉雄霸 配合SP马超SP庞德的 历史上是杨仪派马带诛杀魏严 小说里是诸葛亮秘技 让马带诛杀魏严 那从这个猜测 可能就是让马带 对主将有一个 对敌军的主将有一个输出 可能还伴有控制效果 说到移花接木 花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慕容赋那个斗转星仪 以笔之道环石笔身 然后有粉丝提醒花席 移花接木是绝带双脚里面的武功 不论怎么看 都是把一些东西 转移到敌人的身上 花席的猜测是 类似于貂蝉的分担效果 我方受到伤害越多 就移花接木到敌军主将的身上 敌人打你越狠敌军主将死得越快 那配合西凉雄霸的话 那就是马带庞德SVC马超 顺便说一下 前几天刚刚更改了 独行复斗这个战法 让他有嘲讽的同时 而且变成连续释放 就变成挑拨敌人 把他的战法也嘲讽过来 吸引过来 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转移的话 能把这个伤害转移给敌军主将 那就太厉害了 假如说策划的每一步修改 都是有他思想 就是有他的潜在想法的话 那很有可能独行复斗 就是配合移花接木使用的 汉中之战 马带其实没有他的什么上场画面 主要是马超带着他 那他也就是说 他是个配角 而汉中之战正经应该谁出场 就是SP黄中和SP法正 那马带是什么角色呢 那他就是全赛季武将 以前的就什么 赤壁之战 关度之战 相反之战 都是有全赛季武将 在这边